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监合众国大使馆就美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发表声明 2021年8月28日 8月27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 认为目前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报告污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 拒绝共享信息并指责他国 白宫同日就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声明 旺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的国际调查 缺乏透明度 企图纠集有关伙伴方对中方施压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首先 报告是美邮情报部门主导杜撰的 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言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 应该也只能由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专家研究 历史上 美情报部门搞出不少杰作 诸如把一小瓶洗衣粉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 自导自演白头盔组织摆拍所谓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视频 现在美方又故技重施 放着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不信 偏要取信情报部门炮制的报告 那怎么还可能是科学可靠的溯源 第二 美方声称中方不透明 这完全是为其推动政治化污名化寻找借口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 负责任原则 第一时间对外介绍 对外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对外开展抗疫合作 2019年12月27日 武汉地方有关部门首次报告可疑病例 30日下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31日 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有关情况 2020年1月3日 中方开始定期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有关国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在溯源问题上 中方也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科学 专业 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 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溯源合作 去年以来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世卫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工作时 中方完全公开透明满足了其全部参访要求 为做任何限制 专家们在武汉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 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 查看了所有他们想看的资料 世卫组织3月30日正式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其行程遵循了世卫组织程序 采取了科学方法 体现了权威性和科学性 中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的开放 透明态度也得到国际专家充分肯定 第三 美方情报部门出台报告 恰恰说明了美方一意孤行 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已经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代价 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 妄图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 是为了推卸自身抗议失败责任 向中国甩锅推责 美方这种做法只会对国际溯源 和全球抗议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 已经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多个政党 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 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方难道不应该听一听这些声音吗 最后 美方对自身溯源讳莫如深 把溯源大门关得死死的 美方如果真的透明负责 就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前移 美国至少有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早与美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间 近日也有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的时间为2020年1月初 比官方此前认定的2月初要早数周 武汉病毒研究所 以两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 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极不可能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 美方如果非要坚持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前往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兰纳大学调查吗 德堡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 改造 2019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 随后美国国内爆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 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和层级改造能力 该校于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1日 共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 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等在内的冠状病毒 美方不调查公布自家实验室的情况 却光顾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中方对全球溯源问题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溯源是科学问题 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 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操弄 反对的是有罪推定 反对的是嫁祸于人 第二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延伸 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源工作 才能真正找到真相和答案 美情报部门提供的报告没有给出美方想要的确切答案 再搞下去 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它的调查本身就是子虚乌有 反科学的 感谢观看